点那些高情商教育方式 爸爸 你和妈妈 谁对这个家给我下来 快吃饭吧 一根块子 怎么吃 那你说一双筷子当中 拿一根更重要 都重要 手一根都加不了 你起来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知道这些人 为什么不睡觉吗 因为的生活 为了照顾 那你呢 你知道妈妈 为什么事事都要求你 自己做吗 知道呀 因为妈妈虽然能给了你生命 但妈妈给不了一切 妈妈虽然也能把你养大成人 但妈妈不能一辈子照顾 无论爸爸妈妈有没有本事 以后的路都要自己走 不管这辈子我们能相处多久 好好珍惜 在一起的时光 下辈子无论咱们爱与不爱 都不会相聚 亲人只有一次缘分 别哭了 你告诉我是拿转车 还是拿笔车 要不要换我学习 没有 是愿意鞋子 还是愿意摆转 鞋子 我们跟别人提出需求的时候 别人有可能答应 也有可能拒绝 这都很正常 知道吗 如果答应了 我们就说谢谢 如果没有答应了 我们就说没关系 没关系 下次我们再尝试呗 是不是 对不对 于是我们鼓起勇气 决定再演练一遍 大点声 我可以要个气球 抱歉小朋友 这个气球已经送给别人了 下次再给你可以吗 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 还是很伤心 是不是 过来慢慢抱抱 没关系 别人吃起来也没有关系 可以说没关系吗 妈妈给你一颗勇气糖 你吃了以后 下次别人拒绝你 你就觉得没关系了 好吗 好吗 好 妈妈给你的是勇气糖 吃完了以后就会变勇敢了 好吗 咱俩你一颗勇气糖 它是有魔法的哟 你跟妈妈说 没关系 没关系 对了 被拒绝也没关系 被拒绝也没关系 我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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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屠弟你敢按吗 不敢 太尖了 那翻个个你敢按吗 怎么人都不怕 什么道理 不加手 我就敢按 一加手 我就不敢按了 你说对了 如果别人看你好欺负 就很容易反复的欺压你 如果你能勇敢的翻脸还击 让欺负你的人知道你的厉害 让他知道疼 他就不敢再欺压你了 懂了吗 懂了 把鞋子给我脱了 下水 给你一起做事 下水 必须下水 去吃偶大 快点 吃完偶大 今天晚上半夜两点钟 跟爸爸一起到市场去卖瞎子 等下还要帮爸爸装笼子 快点下水 我这样不敢了 不敢了 读书苦不苦 不苦 不苦 读书很苦 这个不苦 快点 看到偶尖是粗 有东西咬我脚 我吃过来了 爸爸叫我 没人救你 我说了 你不吃读书的苦 就要吃生活的苦 多少次才好 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头 长大了才知道 是不是需要 平常 不算太小的房 冬暖夏凉的那肩 放着我的窗 歌颂 歌颂这种平凡 一辆聚响不吻 恩赚路上 听起来不自然 回头去看 这是说了些些 反而才亏欠的情感 爸爸妈妈 给我的不少不多 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 足够我生活 年少的情况 不能用来挥霍 也曾像朋友一样 和我诉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